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每一次行情震荡之后 他就会准备有新的主流 就会有新的股票 或者正要起早的股票 所以也因为这样子 盘下来之后他会先有点震荡 他先有点震荡很正常 震荡会再往上 那是因为钱会从一些旧的东西出来 然后往新的东西 所以有一些人在出有一些人在进 就会上下震荡 他会下来后再上去 然后震荡一下再上 这道理其实就是这样子 所以盘震荡很正常 下去后又上来 因为有新的股票 所以就有新的主流 又有新的标股 或者有新的题材股 然后准备要上的 所以你说这样的走势是好还是不好 其实是好 那你只要把握新东西就好了 那不就好了吗 那所以呢 我们先看这里 这和这边就几乎是如出一则 和这里一样 那下来之后就换新的东西了 有新一批的股票 所以这段上来说 其实很多股票涨了很多 那当然这边也震荡一下 那当然震荡一下 因为有一些资金在旧的出来 然后到新东西 然后所以当然会上下震荡一下 然后再来就上去了 那上去之后就新的东西为主 就有新的题材 那这次就如出一侧 就一样 所以这个走法是好的 这走法很好 就表示你后面新的东西 你现在可以开始 从现在开始准备赚钱 而且是一档接一档赚 一档接一档多好 一个都可以赚 所以我才说其实 你看懂这个盘 你就会知道 其实后面很多机会 那尤其马上就要进入第四季了 对就要进第四季 那第四季新的题材新的话题 那还没有涨过的股票 或者说是有爆发力的股票 那前面还没有发动的 在这两天会陆续开始发动 这个也很正常 所以其实如果用个口头一点的 用白话一点的讲 那就是一个起点 那这个起点里面最重要就是 你买新东西 买新的就对了 买第四季好的 对第四季有新话题的 对新的题材这样长的 买这个就对了 所以其实你往这个方向去做 如果那个效果会出来很快 那效果就很快啊 那效果可能不需要 你花很长的时间 你可能短短的一两天两三天 你马上就会看到 显著的效果 因为往新的东西去嘛 往新的东西去啊 所以我说 那个会让它长得更快啊 会让它更快啊 它会更快开始转强 之后开始往上 甚至会连续长 所以其实你把这个掌握好之后 你不用太久时间 你很快时间就会发现 那效果很显著 好我们往下看哦 我们看这个 那低价的新标股嘛 然后有大转机 那所以价位又低又新的题材了 那就大转机啊 所以现在资金很多 在往新的股票走 它就会很快啊 所以事前跟大家讲的意思就是说 你就往这个方向一步一步来做 那其实你就可以一挡接一挡转 你可以一挡接一挡转 在它还没有喷出去的时候 这时候还没有喷出嘛 对不对 这个时候还没有喷出嘛 正准备要上去了 那这是27号的时候跟大家说 对跟大家说的嘛 那说新的股票开始喷出了嘛 对新的开始涨啊 那新的东西一定是在新话题里 一定新话题嘛 那一定不是你之前已经听到烂掉的那些话题嘛 一定是新的嘛 一定是还没有涨上去正准备要涨的啊 所以它会很快啊 所以我们事前讲事前跟大家说预告要带你买好 其实重点就是这样 那你会可以直接赚钱啊 所以今天指数早上震荡震荡以后再上来 下去以后再上来 其实你一样可以轻松转 来我们看这个 隔天28号的时候 这是28号 那昨天就开盘没有多久就涨停了 很快涨停 所以这是新的相关概念股里面 对不对 最便宜的一档 那也是之前大家点名相关的股票里面 没有点到的 所以这是新的话题嘛 对正准备要涨了 所以在前一天就跟大家讲好 你看日期是不是很清楚 那27号的时候跟大家说的时候也说 有这样的一档股票 这档股票你就跟着我们一起买好 那买好的意思是你要赶快赚钱 你可以直接赚 所以27号跟你说28号 28涨停 对28号涨停 29千涨停 所以你看是不是两天两根 对没错嘛 对两天两根涨停啊 那我们的重点就是要把后面的 要开始大涨的股票 是不是新的题材的股票 带你一档一档赚 讲白的就是这样子啊 这个很清楚啊 后面我就是要带你在新的题材上面 一档接一档赚 那新题材不会今天一次一股脑 全部都出来 它当然不会啊 它会开始陆续的出来 陆续的出来是好事 因为你就可以一档接一档赚钱 所以其实有些人说 指数上面 你是不是要等到它开始冲上去之后 大涨以后才买 那我觉得就未必了啊 那因为现在开始在这里 下来了以后震荡 震荡的原因就是因为 新的股票陆续出来 也因为是这样 他们出来的时间不一样 所以你可以一档接一档来赚钱 一档接一档赚钱 其实是很好的事情啊 因为其实那样你可以赚得更多 而且你甚至可以很快的时间就看到效果 你不需要等很久 你应该没有等很久吧 应该没等很久吧 对应该没有错嘛 都事前讲嘛 你并没有等了好几天以后才开始涨嘛 对没有这样子嘛 这是27号的时候讲 还没有分出 28号的时候涨停 对你可以先买好吗 所以你没有等嘛 对你完全没等 今天29号再涨停 两天两根涨停 所以你是不是真的没有等 就可以马上赚 所以新的东西 是不是非常好 新题材多好 其实大家最喜欢的就是新题材 真的就这样 真的老手都知道最喜欢的就是新题材 因为新题材空间最大 因为新题材最容易赚钱啊 对不对波段更大 它最容易在最快的时间内 让你能够连续获利 让你每天越赚越多啊 所以大家最喜欢就新题材啊 但是有时候指数没有拉回的时候 它不会马上换主流 所以在中间的过程里面 你可能是顺着去做以前的那些股票 但是下来了以后 再开始要往上的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就不一样了 那个时候就新的东西出来 都是最好的时候 所以我就讲在前面啊 那我跟你预告这个跟大家讲 其实这观点已经讲好几天了 讲好几天的意思就是跟你说 这里就是会有新的东西 会有新的主流 会有新的标股 那新的标股其实绝对会更好赚钱 而且会比大盘更强 一定比大盘强 一定走比大盘快啊 一定比大盘更快上去啊 更容易获利啊 所以其实你把之前的那些东西 应该说 现在应该要完全聚焦在新的东西里面 那我就带你做新的啊 我带你做新的是 因为真的这里就是新的东西要出来 你当然赚新股票啊 你当然是赚新的啊 你当然在新的题材里面 你新的题材本来就最好赚钱的 我现在就是要带你一档一档来赚 所以我现在带你就是要一档一档来赚钱 而且要让你马上获利 所以你现在看到的都会是新的题材 新的题材都好 对 当然新题材好啊 新的还没有反应啊 旧的题材很多人都知道 很多人都知道 甚至是已经涨了一大段以后再高档 那大家都知道的东西 你觉得它会一口气上去以后再拉一大段吗 它会马上拉出去让你连续赚钱吗 对 我觉得不容易嘛 那本来就是新的题材 然后还没有起涨的 或者正要发动的股票 它最容易涨了 所以你可以赚得更快啊 所以我说新题材多好啊 那我就是要带你做新题材 一档接一档来赚钱 所以才事前都跟你说 每天预告啊 每天跟你说就新的就对了 就新题材就对了 而且是有实力的新题材 对不对 好的股票啊 对不对 后面强的股票 立四季好的股票 然后又立基性的股票 重点是刚要发动的 所以你可以买在发动点是直接赚钱 那我也讲在前面啊 所以我说你还没有跟上的朋友 或者你现在想要马上赚钱的朋友 你其实都不用想太多 你要想的就是 你就跟上来之后一档接一档赚 一档接一档赚 我现在要带你做的就是一档接一档 在新题材的股票上面 带你一档接一档获利 一档接一档来赚 这累积起来很快的 累积起来当然快啊 两天两根涨停 两天两根涨停 对 两天两根 那你是完全没有等 所以你是直接赚钱 所以两天两根涨停 其实你看你说 现在赚钱的速度快不快呢 你放在新题材上面就快嘛 你放在前面没有讲过的话题上面就快嘛 你放在后面好的股票上面 还没有反应的股票 你放在正要喷出的股票上 它自然就快啊 所以这就是我跟你讲 其实你现在开始 我觉得后面是胜算更大啊 因为这是新的起点啊 这跟前面指数在好的时候 在慢慢往上涨的时候不一样 那个时候在指数往上涨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也可以赚钱 你那个时候一样可以赚 但重点是下来的时候 他表示开始在往上涨 它是另外一个起点 那个空间又不一样啊 那对个股来说可能是更大的空间 因为很多更开始啊 因为很多这样开始啊 然后他们又不会都约好在今天开始一起 他们在今天 明天 今天 昨天 今天 明天 会陆续有人发动 所以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一档接一档 所以我觉得这才是最好的啊 反正你先赚钱再说啊 那反正新的题材是最容易赚钱的 那尤其是本来做会长的新题材 那么前面还没有反应的 或者大家还不知道的 所以从现在开始赚钱 我觉得是最快的 所以你还没有跟上的 或者是你前面还没有赚钱的朋友 你要记得哦 第四季哦 本来一切都是最好赚的哦 所以你一定要记住哦 每一年的第四季都是以前最好赚的时候 尤其是个股哦 不是说指数是最好赚的时候 是个股最好赚的时候 然后第四季每次都是新的股票 每次都新股票啊 第四季每一年都玩新股票啊 每一年都是新的话题的股票 明年大成长的股票 第四季大好的股票 后面有新爆发力的股票 每一年的第四季 都是个股最容易涨的 现在指数有跌过 对又拉回来过 这就更好 这更容易涨 不是说指数要一口气就大涨 是个股好 对每一年第四季都是个股好 个股最容易赚 所以现在指数又拉回来过刚好啊 又新东西开始啊 所以就更容易赚钱啊 所以就一定要把握 好所以新话题新题材里面 你很多都是可以直接买直接赚钱的 很多都可以直接买直接赚 你可以买了之后直接现买现赚 都可以直接获利 那38块钱这边你是要多少就有多少吗 你要多少都有啊 然后你可以买足你要的量 买足你要的部分 你要多少就有多少 你都可以买得到而且有量有价 你也一定买得到 然后往上面之后越涨越高 那倒是12块9 那约莫到快要43块钱 也就是说在一天之内 你就可以现买现赚 对不对 你一口气就直接可以现买现赚 快要5块钱 你一天三十几块的股票 就只可以直接赚接近5块钱 然后今天持续往上面再创新高 今天再创新高 来今天一样再创新高 这都还没有走完呢 对今天一样再创新高 那么新的股票 对新话题的股票 那股本也漂亮 对筹码也漂亮 那成长力道也强 对话题也够 那东西又更有实力 所以我说你有很多股票可以赚钱的 其实很多人说 能不能进场之后马上就赚钱 你如果在新的东西里面 你真的可以 你真的可以这样 所以其实就不只是月风大转 你甚至包括你进场之后可以直接赚钱 38块钱 然后开始一路上到42块9 这里已经4块9 4块9是一天之内你现买现赚就直接4块9 所以你可以想象的到 你只要很轻松的下去买很轻松的下去赚 是不是三十几块的股票每个人都可以买 而且是有量有价 你随便要多少就有多少 你只要轻轻松松的随便买一些 你都可以直接赚钱 因为你当天就直接现买现赚到4块多 那4块9是什么概念 4块9是什么概念 38块钱的股票4块9是远远超过一成的幅度 是已经一成多的幅度 当天你就可以现买现赚 你可以马上赚 所以今天又创新高 对不对今天要续创新高 所以好的股票你要锁定好 好的股票还要涨 新话题新开始的 新题材的股票都还要再往上 所以你其实还不是只有一档股票可以直接赚钱 你不只是月供可以两天两根涨 点点还有包裹 一天就可以打仗 一天十几%你就可以现买现赚 就还继续创新高 所以我说你一定要把握 你现在只要把它完全聚焦在新的股票里 那不就好了 对不对 你在新的股票上面空间最大 现在又刚发动 那本来每一季里面都有不同的题材 所以这也很正常 所以第四季大好的股票就跟我们一起全力锁定 我现在带你做这个 我现在带你做的就是很清楚 对不对 新题材新要发动的股票 新的主流标股 我带你一档接一档赚 我就带你一档接一档赚 就带你一档一档做 所以你也不用准备很多资金 你可以很轻松的跟我们轻轻松松的赚钱之后 再转到下一档继续赚 所以其实都已经替你安排好了 非常重要 我在说你一定要把握 因为你可以在很快的时间之内 就直接看到现在新的股票刚开始而已 你一定要在新的主流陆续发动之前 就开始一档接一档赚钱 因为你只要一档接一档赚钱 你自然就会跟上这一波的节奏 后面要多少你自然都可以跟上 所以我才讲说你还没跟上一定要快 就这个道理 因为你明明就很轻松的可以直接赚 这是一成多的幅度 这样上去已经远远超过一根掌贴 远远超过一根 超过一根掌贴 你今天还可以再创新高 还可以续创新高 那么本来这个就是将来很重要的趋势 本来就很重要 从马又集中 成长你多少强 所以你一天都可以很轻松的赚钱 所以一定要把握 我们就是要把后面的标股锁定起来来赚钱 就是要带你直接赚 尤其现在是大好的时间 所以还没有跟上朋友就一定要把握了 那我希望你跟我们一起 来在新的股票上面 新题材的股票上一档接一档来赚钱 所以都把你准备好了 你只要跟上就可以了 那你只要跟上就可以了 新的东西空间又特别大 所以还没有跟上一定要把握 好我们休息一下 那我等一下要跟你谈谈 真的你 现在盘里仔细去看 都是新的东西 都是新的话题 都是新的主流 都是前面你还不知道的 那要特别强 所以还没有跟上朋友 等一下我们仔细看了 那也都已经替你准备好了 所以等一下你只要跟上就可以了 来我们休息一下 带回来 Hotels come by Hotels come by Hotels come by 比一比 价格一定最惊喜 饭店店房 雄改高比 Hotels come by 比较百搭订房网站 一次搞定 找到最佳价格 Hotels come by 一口酥脆皮软心薄荷糖 谢谢 你变清新了 别开玩笑了 一口酥清新打开新关系 大华国际图图2362-8000 避着来时 不用怕 滚路趴下 头不好 躲在桌下 最安心 避着来时 要多注意 平时避难包要废齐 家具电器 要固定 避难路线 要留意 紧急时保护自己 平时避难包 安心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从台湾放眼国际 从生活挖掘商机 从十一住行出发 用最新的思维 掌握正确的趋势 与方向 我是曾中玉 非凡商业台 周一至周五晚间七点 全球新观点提供您理财新视野 欢迎回到现场来 好 那么其实你就锁定在新的股票里面 新的题材 是新的标股 那尤其是还没有发动正准备要七涨的股票 所以其实盘面上都是这样的股票 其实现在越来越强 而且呢 那么他们不会在一天之内全部一起转强 但是会陆陆续续的开始发动 所以其实你有很多机会可以在后面 一档接一档来赚钱 所以我说还没有跟上的朋友 真的一定要跟上 那其实你看盘面上面强的股票 是不是都是一些新话题的股票 对不对 前面呢很没有人知道的股票 那大家不晓得的股票 那但是真的有题材 而且物超所值的股票 来往下看 是不是都是你不知道的东西 是大家不知道的 对比方说市场上面最便宜的风力发电股 那股价呢只有在13块钱附近而已 市场上没有人知道 但重点是 他在手的订单就已经相当相当的多了 那东西都已经非常的明确 那风力发电又是将来呢 非常非常明确的趋势 所以你看只有13块钱附近 手上又已经有订单的风力发电股 是不是别人不知道 但就率先起涨 别人还不知道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先涨 就已经开始先动了 所以我说现在后面就是新的东西 对就新东西 所以这就是在指数还没有大涨的时候 就开始往上起涨 那今天在创新高 所以这种在手订单都非常非常的明确 手上订单都已经拿到手上了 股价要这么低 所以你看资金是不是往新的东西 往新的东西没错嘛 资金是往新的东西啊 真的是这样啊 资金当然往新的东西啊 当然往新的趋势啊 我们应该说在趋势上面 别人还不知道的新的东西 这个很重要啊 那比方我们这样子讲嘛 电池是趋势吧 电动车电池是趋势吧 这个没有错嘛 但是你现在买的不会是美其马那种吗 不会是那种吧 那个已经涨了这么多了 当然不是那个啊 但是电动车是趋势 电池也是趋势 但电池里面还有没涨的 那个就会涨 所以你来看嘛 是不是就不一样了 那我们看看这里哦 一样是电池 那一样是后面的新的能源 后面新的东西 那后面是不是电动车的新趋势 但是就有别人还不知道的股票 他就会先涨 别人还不知道的股票 还没有反应的股票 还没有喷出的股票 他就开始越走越高 就开始越走越高 是不是开始一路往上 然后越走越高 这是台湾的唯一哦 大家还不知道哦 大家知道是美其马嘛 已经在天上 所以你自己看嘛 是不是不一样 现在资金往哪里 往新的东西啊 往别人还不知道新的东西啊 但趋势又对的 那所以我说 你现在只要把资金 放在新的东西里面 你只要知道在趋势下面 怎么在轮动 他怎么在轮动 一样的趋势里面 他不会从头到尾都那一档 他不会从头到尾都是那一两档 他不会那样嘛 有些东西已经涨上去 他势比资金出来之后 会往积其低的股票 还没有喷出的股票 同时获利又好的股票 那比方像这个来说的话 说实在话 人家上半年的获利也两块多啊 上半年就两块多啊 上半年就两块多 而且呢现在获利的状况也越来越好 获利的情况越来越好 又是美国受惠 需求上来还在扩敞 同时呢 转投资的能源科技 只是台湾唯一 台湾唯一的三元锂电池 全市场上面没有人知道 但是他还在低档 所以空间就大嘛 所以人家会越走越高嘛 是不是越走越高 是不是越走越高 是不是收几乎最高 所以我就说很重要嘛 你就新的东西啊 你就把资金放在新的东西上面 我们一档一档来赚钱 这个就一定够嘛 那这就一定够啊 这就一定够你赚啊 所以我常在讲啊 你现在买新的东西 然后一档接一档来赚钱 你买新题材的股票 一档接一档来赚 那绝对会好过于你什么都不动 一定比你什么都不动好啊 绝对是这样子啊 什么都不动怎么会更好 因为你什么都不动 你的东西可能是在旧的里面 你在旧的里面 他还需要整理 他不需要 他时间还没有这么快 他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 上上下下来回震荡 那你大可以在新的东西上面 你先赚钱啊 绝对比较快啊 所以我才说 就是要动起来嘛 因为新的题材一定比较快啊 他一定很快啊 现在市场资金出来啊 大家都很新东西啊 所以新的题材还没有反映的 尤其有实力的题材 他一定是最快 那所以怎么样都好过于你不动 因为你只要先动 就可以先赚钱 这个就很重要嘛 那所以其实呢 就讲到一个重点嘛 我就说盘正当以后 他会有新主流 会有新标股嘛 他一定会有新标股嘛 而且不会只有一档 他不会只有一档而已 他会陆续霸动 但是这些新题材的标股 他有个特色 他的空间大啊 对因为他是新的话题嘛 都还没有反应啊 所以他的空间又大 然后现在资金又多 那资金又多之后会怎样 他就长得更快嘛 所以我说你先赚一根涨停 你觉得涨停很难吗 你觉得赚一根涨停很难吗 其实不会这样嘛 因为你明明就是可能 还不止一根涨停耶 明明就是这样耶 因为现在新的题材的股票 新要发动的标股 每一次震荡以后就有新标股啊 这次都不变的啊 每一次都是这样啊 股经周外都一样啊 每一次震荡之后盘拉回之后 震荡再上去的时候都新股票啊 他就会有新的标的啊 他就会有新的标股开始动啊 那新的标股 他从低档开始往上的时候 正起涨开始往上的时候 加上资金又多 所以他就更坏嘛 他就自然更坏啊 他的空间也大啊 所以我说先赚一根涨停 先赚一根涨停 其实这个应该是讲客气啊 因为你根本就不止一根涨停啊 那只是说你可以马上先赚到一根涨停 但是事实上你能赚的 绝对不是这样 绝对不是只有一根涨停而已耶 对不只是这样啊 因为他们空间本来就比较大啊 空间又大啊 然后呢是不是 现在资金又比较多 所以你其实就可以很轻松的 你何止一根涨停 对不止一根涨停啊 对你不止一根啊 反正你一定可以赚啊 那新的题材刚开始发动的时候 大家还不知道的时候 那么当然正发动的时候 刚开始你一定很容易转嘛 所以一根涨停转在手上是很简单的啊 那根本就不止一根啊 因为你就明明可以两天两根涨停 两天两根吧 所以其实两天就两根啊 这就何止一根 而且是很简单的 很快就拎到了 然后两天就两根 然后还事前讲 还事前跟你说要把握 所以事前就告诉你 都预告在前面嘛 预告在前面没错嘛 前一天就跟你讲啊 前一天就跟你说 第一架的新的标股 正要发动的股票 所以你就可以先买好之后 然后直接赚 因为我们都预告在前面啊 基本没有转机啊 对新的题材人家不知道啊 对新的股票啊 大家知道何些旧的啊 但现在还没有涨啊 那人家还不知道的时候 市场还不知道的时候 那个时候正还没有反映他那一段 后面该有的那一段 所以是你最好赚钱的时候 所以是不是事前讲 事前讲没错嘛 那事前跟你说 就可以马上赚了 因为你大费就先买好啊 你就可以先买好啊 你先买好就可以直接赚钱啊 那么所以事前就跟你说 这还没有喷出去 27号就跟你讲 你都可以先买好 然后28号涨低 28号涨低 没错嘛 29号也涨低 两天两根涨停 那你是不是就可以很轻松的 就可以直接获利 你是不是可以穿到两根涨停 那你赚到两根涨停之后 你是不是可以再下一档 你是不是可以很轻松的 赚两根涨停之后 准备赚下一档的涨停 下一个要涨停的股票 所以我就说很简单啊 你现在反正就先赚钱再说啊 那一点都不难啊 你可以很轻松的赚到两根涨停之后 准备赚下一个要涨停的股票嘛 对不对 你赚到钱之后用钱再来赚钱 你就可以连续去赚第三根涨停 你赚到月丰的两根之后 你就可以到下一档要涨停的股票 你就可以再赚第三根涨停 所以我说还没有跟上你先体验就对啦 先体验就对啦 因为体验过之后 你就会连续开始赚钱 所以还没有跟上呢 来打电话来就让你体验 体验下一档涨停版的股票 一起来再见